安仔今次經廣場今次會舉行國慶升旗儀式 一齊看看現場 行政長官曾慶權 以及各位政府高層官員都已經在就位 其實今次升旗儀式的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林瑞麟第一次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出席儀式 現場有2,400多人士出席這個星期典禮 除了由黨的政府高層官員之外 還有青少年制服團體的成員 以及地區團體的代表 而有不少的市民一組已經來到等著看星期儀式 冊陽三角飛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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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飛彎 今次升旗儀式的過程是由警察音樂隊 和中學運升合唱團 奏樂和領唱國歌 至於警務署 懲交署 消防署 香港海關 入境事務署和政府飛行服務隊 就會在海上和空中敬禮 除了現在大家看到的升旗儀式之外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 稍後還會有一個慶祝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升旗儀式現在開始 請縮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升旗儀式 現在開始 請速立 The flag racing ceremony to celebrate the 62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stand solemnly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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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